这都快赶上咱们家的人和庆了 小五啊 这做生意要踏踏实实 要实诚 你甭管这买卖做得多大 不能只图眼前利益 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 往后有什么打算呢 我正要跟爹商量了 我想把河东靠河边那块地 这块给买下来 啥 当年纯一郎也想买那块地 那是个连狗都不愿去的破地 你要他干啥 爹 您瞧瞧河西这边 姐弟弟开着三千多家店铺 那屁货堆的人都走不动荡 河西已经不行了 可河东大有发展 史密斯先生跟我说 咱全中国 母口关税 靠的就是两个地儿 一个是广州的水码头 另一个就是咱张家口的路码头 爹 咱可得抓住这次商机啊 好啊 小五啊 你聪明 读的书也多 脑子逼我活泛 我老了 不中用了 爹不老 咱这家业啊 都是爹的 我现在替您把持着 凡事啊 还得您拿个主意呢 爹 喝呀 这啥玩意儿啊 咖啡 您尝尝 可带劲了 提神的 啥玩意儿 苦咧咧的 跟中药似的 小五啊 这家里头 你是老大 打小呢 爹 就对你管得比较严 是不是太严了 爹说的是哪儿的话呀 怎么说呢 这 不过说实话 爹 您把我放在库伦 那两年 我心里确实不得劲 我觉得您对我太狠了 不过 现在我得感谢您 因为我在库伦 学了不少的东西 好 你能这么想 就好 好 好了 我得去咱们家别的铺子 转着去 你这个地儿啊 我还是呆不惯 爹 你先别着急走啊 小心 念书回来了 不知道爹 怎么打算的 那好办 让他先给你打打下手 学着点 回头再给他几个铺子 让他干着看看 他今天也不小了 回头再给他娶个媳妇 生个一男二女的 我也就能抱上孙子了 都怪我 到现在也没个后 我听你娘说了 这个颜儿也太不当心了 孩子还不足愿 就摔了一跤 真可惜掉了 是啊 到那儿之后 就再也没还上了 别着急 再寻找个好闺女 爹给你娶个二房 你先别着急走 爹 你先别着急走 来 你先坐下 我给您啊 看点东西 你先坐下 啥呀 爹 您看看 陈元昌 我知道爹心里放不下陈元昌 毕竟那是您起家的店 别的自豪都能卖 没独陈元昌不能卖 所以我去找了杨博蕾 花了两倍的价钱 把他给买回来了 他就这么轻易卖给您了 他呀 把五城街那一六店铺 全给买下来了 原本是想着发大财 可是您想想 那整个一条街 要是一家人的买卖 那别人 都不敢往里凑了 再说 大伙都知道杨博蕾的为人 那都还来不及呢 只可惜 那五城街 朗清得很啊 买卖 都搬到别的街上去了 他这是聪明反备聪明物啊 小五啊 记住了 咱们做生意 不能把别人身上割下来的肉 我自己身上贴 那应该是 你一拳买卖做下来以后 你转我转大家 都转才行 你不能不让别人转钱 让别人转 咱们才永不转 要是天底下的买卖 都是咱一家人的 那还叫买卖呢 是 爹说的是 我都记下了 好 好 只是没想到 小五啊 你懂爹的心思了 爹得谢谢你 快别说这话 只要您高兴就好 爹高兴 高兴 你不是核心的 麻烦 好 拿刀 赶紧看看吧 你进去瞅瞅自个儿看啊 认出来没 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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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在做梦吗 你还记得我呀 记得 你老了 你也是啊 头发都白了 可不是啊 舟大街上都不敢认他了 老了 光影思见哪 自上次一别恍如隔世啊 上去吧 来 上去坐 你们哥俩好好聊聊 都用上这玩意儿了 快坐 你们哥俩好好聊聊啊 小刺 我们今天要喝酒 好嘞 你上次托人给我带来那封信我收着了 你说你那会儿要借到俄罗斯东渡日本 然后你咋就不来信了呢 我连你人在哪儿都不知道 这人是死是活 我都以为这辈子再见不着你了 我也同样想你呀 好啊 愿在异乡 遥想家园 孤独之情 悠然而生啊 我是没有一日 不想家乡 没有一天 不想先帝呀 老大 真去了日本哪 老大 真去了日本哪 我在库伦过冬 第二年春天 随商队前往恰克图 一直延宕到夏季 才进入俄罗斯 然后去到赤塔 尼不除 竟莫河再返回国内 再由嫩江 隋化 吉林 自长白府入朝鲜 最后由釜山渡海去了日本 第十一年零五个月吧 真够折腾的 好 你在日本都干些啥呀 我在日本参加了国民党 啥 你也加入那个啥 国民党啊 那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革命组织 以民族 民生 民权 指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 向往洋洋中华几千年朝代更迭 国民何尝有一日民生富足 何尝有一时民权平等啊 可不是吧 你说这世道一直就这么乱 就没消停过 战火纷飞民不了舍 你说这些个老百姓啊 你 你哪怕是想踏踏实过个日子 都这么难 都这么难 明知其难而为之 这正是我党奋斗的目标啊 你看你看 你说起这个 你是一点都没变 老库叔咋样啊 他咋没一块的人 我们到了日本不久 老库叔积劳成疾 不久就身患重症了 可死他乡了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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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昌 瑞昌真是你啊 咱有日子没见了啊 可不是嘛 这么长时间了 快坐坐坐坐坐 我可想死你了 你也不上咱那铁矿去看看去 咱那铁矿现在可火了 现在咱那个矿石还没打出来呢 这订合同的都排成对了 那铁矿上有你在那盯着 那生意差不了 什么也别说了 我赶紧哪 把万老板和汪老板找来 咱们一块吃顿饭 我做东我请你 改天吧 我给你说点别的事 啥事啊 你走了时间不长 也就是到了年根吧 这端大帅派人传戏 姓欢就跟着陕家班进了北京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没见着他 这回来以后 就不能说话了 为什么 刚开始他不说咱也不知道啊 后来这侯小山从北京回来 这才知道 是那个大帅夫人 把杏花 把杏花的舌头给割了 什么 把把舌头割了 可不是 像这种无能无德 无理无法的腐败官僚 人不悔之 天必诛之 是 可惜啊 一旦命令 这 竟然落得 落得这般下场 可不是吗 天都英才呀 不 是人祸 是腐朽没落的政府 又一大罪状 不是 你 你受苦还没受够啊 怎么还闹事啊 怎么能说成是闹事呢 这回跟上回可不一样 上回啊 是咱们大伙合计好了 咱们一块啊 关门歇业 咱们为难让政府有个态度 给咱们捡点税 可是这回啊 不用咱们出面 咱无非就是给人家捐点钱而已嘛 哎呦喂 这 这回不一样 当时咱们减税 那是挣钱 现在你这是 你这是捐钱哪 老哥 你别把钱看得这么重 你就说吧 你到底是出还是不出 瑞昌 我知道你跟旺达那是默逆之交 好朋友 是吧 人 人家家大业大 上下九代 挣了多少钱哪 一下子不就全没了吗 你说 哎呦 我劝你啊 千万别再趟这浑水了 人家李旺达那么大的家业 人家为啥不要了 人家干的那些个事 算了算了 大道理我不跟你讲了 你是铁了心的不愿出这份钱了 那行 你开个价吧 我把铁矿的骨子让给你 多少钱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 你不要铁矿了 不是我不想要 是你愣背着我让给你 你 你这不是骂我吗 我的骨子 那那那都是你给我的肝骨啊 我真是服了你了 我捐 我捐点还不行吗 我可捐不了多少啊 多少不限 有这份心就行 可千万别说是我捐的 老哥 你这个人哪 你这一辈子都前怕狼后怕虎的 里边请 汪老板 里边请 汪老板生意好啊 瑞昌 咋样 抽签的事咋样了 不行啊 这总店有规定 我做不了主啊 人家吴老板可是捐了不少钱哪 这事你说下大天了也不行啊 这可是对国家有好处的事啊 我知道 可实在是没钱哪 你说怎么办 你说说 告辞 您忙吧 好 您慢走啊 汪老板 大清沟那一千二百五千 大东家 可都是您的了 爹 来客人了 您先坐 大东家来了 久仰久仰久仰 汪老板您留步 留步 怎么不坐一会儿了 我去送他 我不坐了 不坐了 送送 霍老板 您买那块地呀 肯定会发大财的 王老板 我就再能发财 我也发不过你们王家呀 告辞 告辞 我不送了 您慢走 告辞 告辞 爹 咋的 您把哪块地卖了 就是大清沟 那一千二百亩地 干啥呀 您坐 我这不是 被河东买地筹钱吗 哦 小五啊 嗯 你旺达拜拜回来了 真的 旺达拜拜回来了 我上次见他 还是在库伦呢 这一晃啊 都好多年了 爹 旺达拜拜 现在在哪儿发财呢 他啥生意也没有了 发啥财呀 他现在加入了国民党了 这次回来是筹集军饷的 小五啊 你旺达拜拜走的时候 把他所有的家业 都交给完了 我想 这回咱连本带利 都换成献钱交给他 另外 另外咱们再多筹一点钱 我刚才 去咱们家各个字号看了看 你这儿能出多少了 爹 您的意思是 还不会让我 把这些年辛辛苦苦挣的钱 都给他吧 嗯 这 咋了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咱们王家能有今天 靠的是谁呀 你打小念书识字 现在能把买卖做得这么大 你靠的又是谁呀 爹 我知道这些 都是靠着王达拜拜 可 可我在库伦的时候 还给了他不少钱呢 而且 我还专门判了两个人 送他去下个图 可是现在 现在 你心疼了 不想出钱 这些年 我是赚了不少 可 可都是些地啊 牲口啊 都不是献钱呢 刚才你不是 把地都卖了吧 那个 是为了在河东买地 筹钱呢 那些个事啊 有钱就办 没钱就先放下 那不是非办不可的大事 那爹你卖了多少钱呢 这 刚才人家就是来打听打听 他也没买呀 把账本拿给我 爹 你把账本拿给我 爹 咱就管好咱自己的生意 什么国家大事 跟咱有啥关系啊 咱们做生意 是为了赚钱 可人不能两只眼睛光盯着钱 别把钱看得太重了 你旺达拜拜 炮价舍业去干那些个事 为啥啊 他干的那都是对国家有好处的大事 那家事再大也是小事 那国事再小也是大事 你读的书比我多 这些道理 你应该比我更懂 我不管怎样 哪怕是让我回到过去 再过过去那些苦日子 我也不能让你旺达拜拜 空着手离开张家口 哪怕是让咱们全家沿街要饭去 我也不能在心里头觉得亏欠人家 要不我成啥人了 爹 可是 把账本拿来 爹 咱们拿来 咋样啊 凑了多少了 没多少 吴老板呢 一个人就出了三千多 那还是挨着我的面子 别的一些小户都是出几百块 其他的人一听这事 赶紧都躲得远远的 可不是吗 旺达大哥闹得是大事 这能不能成的 谁心里也没个底 可别再像前些年那样 一会儿冒出了个司令 说是捐钱有功 一会儿又冒出个大帅 说是资助匪盗 这事道 这事道真是看不透 要说这事道我也看不透 可有一个理我明白 认准成贺兄准没错 咱总不能跟人家说 再等等 等我们把时局看透了 再帮你捐钱吧 给旺达大哥捐钱 我可是二话没说 我说的是别人 人家跟旺达大哥交情 没那么深 当然不愿意拿钱出来了 其实我也看出来了 陈和兄啊 陈和兄心里很着急啊 那咱自个儿能拿出多少啊 这不 我让小五把账本拿来了 我正在算 这账面上再怎么算 现金也不超过两万块 咱不是还有些地吗 把地卖了 那下着时局动荡不安的 那谁还会去 去想着置办地产呢 我听小五说 咱最好的买卖是卷烟厂 不行的话 把卷烟厂卖了 我想过了 我明儿就找吴老板去 不光咱的卷烟厂 还有铁矿 他要是想要就都给他 那 那他能要吗 惦记咱的卷烟厂 不是一天两天了 肯定要 要是还凑不够 我想 把咱那地段最好的 几个铺子都卖了 我这么折腾 你不会心里不得劲吧 你把我看成啥人了 再说 这钱是你赚的 你该咋花咋花 更何况那旺达大哥 又不是外人 我说你这个没读过书的人 倒比那些读过书的 还要同情达理呀 你说谁啊 小五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他看我拿这么多钱出去 心里头是一百个不高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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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我找你们杜统大人 请 任兄 你的家产呢 我都帮你变卖了 这还不是全物 全部 还有 回头我再补上 这些呢 是这些天来 张家口商号的一些 做生意的朋友 大火凑的 有好多人都答应 还会再拿出一些来 过两天就过去取 慢着 我当年留给你的钱 没这么多呀 怎么没这么多呀 还远远不够呢 你别瞒我 你肯定是 便卖了你自己的家产换来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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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都是大火凑的 锐昌啊 你一生惊杀 省吃俭用 品着命 挣下了一份家业 不容易啊 如果不是为了革命 我是绝不会受下的 为了中华的光复 为了未来 我就 我就不客气了 客气啥呀 我知道 你干的这些事啊 那都是对国家 对民族 有好处的大事 你甭说是筹钱了 就是让我福堂蹈火 那还不是人兄一句话的事吗 不好了 当兵了把咱家围住了 啥 啥样的兵啊 黑乎乎的 搁这门缝也看不清楚 我问他们干啥 他们也不说 只说让开门 谁把人兄来咱家的事传出去了 我都跟下人交代了 咋会传出去呢 谁来 你去开门去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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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门打开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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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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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那边 你们几个那边 好 来 这边 快点 快走 你们几个到全儿 你们几个到全儿 快点 走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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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你们什么人呢 我们跑我们家里来了 干啥 抓乱党 你别乱来 滚出去 让它们滚出去 好 好 好 走吧 别动 别动 放下 跟我斗心眼 接着搜 是 你放开他 你再动他一下 我让你今天出不了这个院 好啊 试试啊 待会儿搜到李旺达 爷让你们全家连坐 等着死在牢里边吧 报告长官 搜过了没有 没有 再仔细给我搜 长官各个角落都搜过了 就是没有 娘的 抓不住李旺达 爷让你们替他去坐牢 带走 走 慢着 俊爷 您消消气 这事儿 他一个富岛人家 没见过啥市民 哪一下见过这么多当兵的 我们还以为赶在来打劫呢 这么着 伯玉被来点现大洋 给弟兄们分了吧 也不多 来的都有 一人十块 咋样啊 念你无意 估计 估计 饶你一回 谢谢君爷 还不快谢谢 谢谢君爷 那跟我去取钱吧 来 谢谢君爷 风火成熙 白齿楼 黄昏独座 海风秋 更吹枪梯 观山月 不纳金龟 万里仇 琵琶齐舞 换新生 总是观山 旧别情 缭乱别仇 听不尽 高高秋月 照长城 哥 这些天 你满嘴里都说这主意 那主意的 你是在啥主意的 这还用问吗 三民种意呗 哥 建国方令友念完了 写得可真好 已闻五千年文明 优秀之民族 因世界之潮流 而建设依政治最修明 人民最安乐之国家 为民所有 为民所致 为民所想者也 钟山先生说得可真好 那当然了 我跟你说啊 在北京还能看到 很多像这样的革命报刊呢 什么民报 苏报 新青年等的 里面讲的全都是 救国救民的道理的 不像咱们张家口的 那个立言小报 除了戏源的那点错事 啥新鲜玩意儿也没有 我呀 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好像个以前不懂的道理 现在都弄我民报了 二少爷 二小姐 你们都说了什么呀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 史莱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别老少爷少爷的 你怎么就是改不了啊 哦 是啊 二少爷 我这不就要习惯了吗 行了 行了 赶紧的车吧 史莱 那你以后就叫他同志 你给我跪下 娘 你给我跪下 以前你爹管你 我都护着你 可你这次 你 你这种丧良心的事 你咋能干得出来呀你 我那不都为了家里好吗 你甭管为了啥 你出卖你旺达呗 那就等于 我们新窝家的红刀子 你知不知道你 娘 你知道吗 我拼死拼活 没日没夜地干 我容易吗 咱的卷烟厂 咱的铁矿 爹说买就卖 连问都没问过我 那个李旺达 他一来这儿 爹是二话没说 把钱全给人家了 那是我稀稀苦苦 挣回来的血汗钱 我丑了心疼啊 我是你们儿子 亲生儿子 我想得到你们的尊重 尊重 我心里不图困 我心里不图困 我受不了 受不了你就滚 我这次还不拦着你了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滚 把我钱给我 我立马就走 永远都不会回来 你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 我 我打死你 我 我打死你 你 娘 哥 干什么呢 娘 这是咋回事啊 咋回事 我这上辈子做了你 我怎么养了你这个混账东西 我 好啊 今儿一家子都来了 那咱就把这事 扑到面上说清楚 看谁占领 哥 娘正在气头上 要什么话以后再说 你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他们要赶我扫地出门 还一分钱都不给我 这礼物得说清楚了吧 是该说清楚了 有些话 我今天就跟你们大伙说个清楚 我这个家 把这个家业 往后 就传给孝心了 这 爹 你这说的都是气话 这 这做生意还得 还得靠我哥 不是气话 小心 我现在就要你答应我 我 交给他 爹 我告诉你 要把财产都分给他 咱这家业就不姓王了 我 他也改姓马了 哥 你说啥呢 啥姓王姓马的 小心 你长这么大 还不知道自己亲爹是谁 好啊 接我去告诉你 你亲爹他是 王小五 玉成 有一件事 我一直瞒着你 小心点 那不是你的亲儿子 娘 你是不是糊涂了 娘没糊涂 你几点事 妈日 不可能的 娘 这不可能啊 爹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话啊 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爹 小琪 爹有两个儿子 可今天 我失去了一个 你是爹唯一的儿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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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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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我 我们去 Sports 好 没有 mig 我 你 我们的女人 别这样好不好 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子 别说了 咱们回屋 咱们回屋吧 你别管我 好端端的 我怎么就成了马戎的儿子 我招谁惹谁了我 哥 这不是大娘的错 他是被马戎糟蹋的 这不是他的错 哥 对 他们谁都没错 错的是我 我就不敢来到这个世界上 别行了 哥 不要这样 哥 咱们回屋吧 咱们回屋 妹妹 你不是要跟我回北京吗 是 快 快回去收拾收拾东西 咱走 现在吗 就现在 这封绣书 在我身上压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来 我没有一天不提心吊胆 我不想给你 可这一天 还是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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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是啥呀 给你贴 当年我就是拿着他拜的塔 我将在的时候找人替我看的 她是我这辈子 要是能找一个金命属牛的媳妇 那我这辈子 金命属牛 这羹贴我时常带着他 不管走到哪儿 一直都带在身上 保佑能让我挣很多很多的钱 我还真挣了很多很多的钱 后来我明白了 这人活着 并不仅仅是为了钱 可我还揣着他 不管是走库伦 还是敦大狱 为啥呀 我把他带着 就好像是 有你在边上陪着我 心里都踏实 心里都踏实 吕成 你心里就不堵得慌吗 帮我挠挠 来 来 这儿 太阳了 快 再往上点 往上点 使劲 使点劲 对对对 就这儿就这儿 舒服 你这儿 你这该死的 你憋了我十八年哪 你憋死我了 你知不知道 好啊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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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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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锐昌 没事了 没事了 杏花啊 我心里这块石头啊 总算是落定了 杏花啊 杏花啊 你也不能再有啥想法了啊 咱们一家人 在一块好好过日子 瑞昌是个好男人 听姐的话 你也不能再有啥想法了啊 听见没 孝欣呢 那小贤呢 这俩孩子跑哪儿去了 我得去找一找 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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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哪 走了 刚出去 你咋让他走了呢 少爷跟小姐说出去有事 我也没敢问 啥 小姐也走了 她们 她们朝哪儿去了 我睡得迷迷噔噔的 我也不知道 你还不赶紧叫人去给我找啊 杏花 你赶紧去告诉瑞昌去 快去 我知道我知道 Housing 绕 Journey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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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小心呀 why 来 喜恶力 跑马 闭风回 飞啤子 一喝就回了草 嗨嗨嗨 带 土耳狗带兵就将了关 把大火烧了草车 搁在后边 嗨嗨嗨嗨 一个月二月 把大火烧了草车 搁在后边 来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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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枪 侮业好 徐掌柜 好好好 老板 你看啊 我这个皮毛的颜色 爹 咱在温度尔庙和庞金的风格 都已经卖给海拿通的万老板了 一共是两千块 这是银票 那四子布洛奇和多伦诺尔的分号 他咋不要啊 他们在那儿都有自个儿的分号 说是没必要再买了 好吧 你回头多留意一下 要是有人想要 就尽快出手了吧 是 这是我们的啊 瑞昌 瑞昌 娘 瑞昌 瑞昌 咋了 快 马荣 老板 咱这边聊 好好好 咋回事啊 你快说话 这到底咋回事啊 说的啥呀 哎呀 瑞昌 你快给念念 哎 二娘被马荣给绑架了 让爹拿五千大洋去赎 还有换成通队银票 三天之内 送到宇县程西 正继求法 瑞昌 这 这到底咋办啊 瑞昌 瑞昌 我 还有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不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看他一定会来 那就好啊 有了这笔钱哪 咱再多招点人 咱还拉杆子 你说他打了 来 喝口水吧 来吧 我问你这事 王瑞昌有两个儿子 他们在哪 你倒是说话呀 你怎么家伯 Ginal being 我怎么这事 我们是在哪里 你怎么不解决 surprisingly 你怎么不解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 哥 小妹 哥 小妹 你怎么来嘛 不好了 马容把杏花给结了 马 马容 钱我带来了 人呢 把钱放下 见不着人 你拿不着钱 我大哥让你把钱放下 钱在这儿 我要见人 蛋子 把人带来 王瑞昌 爷今天叫你来不光为了这些钱 有个事爷要跟你商量 大哥 大哥 他死了 瑞昌 哥 这边 孙春霞 把我儿子还给我 瑞昌 瑞昌 快走 大哥 快 快走 大哥 快啊 快走 蛋子 快走 快走 瑞昌 瑞昌 jewels 瑞昌 好 对 哎 找家口的 北康匹 哎 哈 花 哎 哼 哼 哼 土地下下 走苦来 经死在 哎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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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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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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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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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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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sion aqui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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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哼 哼 哼 小子 说一言叫 独立头 聊了一车 插鸟爱他 咱家口无千年的人和事 说道梁 吃着 听着 也听 你又觉得不快呀 每个小花再来 呀 一二 今儿不行了 再来点赴 一二 再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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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进度还是太慢了 这要是一变天可就麻烦了 诸路进度缓慢 都是因为费用不足啊 汪老板 这事若不解决 张库公路势必半途而废啊 你们只管修好你们的路 钱的事我去想办 我今天就回张家口投钱 啊 继续 请问 是李家姥爷呀 是来 对对对 快请快请 李姥爷 以后不要叫我姥爷了 不是姥爷叫什么 从现在起啊 咱老百姓同心同德 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尊卑贵贱之分 就叫我同志 同志 老爷 您说的这些呀 我也搞不明白 我还是叫您老爷吧 我觉得顺口 你们东家呢 东家不在 大奶奶在呢 您快请 好 娘 这是洋药 您就喝了吧 喝了病就好了 娘的魂啊 已经跟着俩儿子走了 娘 您咋又说这个了呢 来 大奶奶 大奶奶 姑爷 李旺达老爷来了 旺达伯 弟妹 旺达大哥 快坐快坐 旺达大哥 娘 您坐下 躺下 躺下 你怎么了 病了 旺达大哥 你可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怎么了你 得了什么病啊 大夫说 我娘这是煎熬的 心火太剩了 有什么好煎熬的 旺达大哥 弟妹啊 好日子很快就要来了 旺达大哥 旺达大哥 日常说 你们内阁党成立了新政府 你还当了个啥大官 当官啊不是我的目的 我这次回来啊 就是考察一下张家口的商业情况 你啊赶紧把身子养好 等这个世道彻底太平了以后啊 咱张家口的商业将会更加繁荣 物流啊更加通差 老百姓的日子啊将会更加富足 可惜啊 我只怕等不到那好时候了 瞧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要听吗 啥 我把孝贤和孝心都找着了 真的 你找到他们了 找着了找着了 你躺下我给你慢慢讲啊 瑞昌啊给我来了封信 他说让我找找孝贤和孝心 我前段时间呢到北京去工干 我碰巧把他们俩给找着了 那他俩咋样啊 挺好挺好 我告诉你啊 孝贤现在啊 在北京的一家女中上学 我把孝心呢弄到了工商部 给他谋了个职位 他现在啊 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 那可太好了 你听了高兴吧 可惜啊 这杏花见不到孝贤了 娘 杏花怎么了 杏花 没了 真 杏花 杏花没了 我 我上次回来太好好的嘛 怎么 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呢 都是被马荣那个王 八蛋给害害死的 马荣 杏花 天杜英才呀 天杜英才呀 裴 瑞昌呢 他什么时候回来 瑞昌在修路 这十天半个月也回不来一趟 咱这个家 是越来越冷清了 瑞 瑞昌在修路 是不是张库公路 是啊 已经修了半年多了 快修到胖匠了 这 他这个时候修什么路啊 五老板那边请 五老板请 五大叔 你找我 这边 你快请坐 找我有事 其实啊 也没啥大事 就是想请您换个小麻 这不 我最近在河东 靠火的站那儿 买一块地 还取了个好名 想盖点商街 叫宜安街 挺好的事嘛 可这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是想跟我借钱是吧 是 也借不了多久 这商铺一卖啊 我就能给您还上 我没钱 五大叔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谁不知道你五大老板 这几年是发大财了 你咋能说没钱呢 我发没发 我心里最清楚 有没有钱也是我的事 我不想借 哎 告辞 哎 五大叔 你先别走 当年 我爹那卷烟厂 那铁矿 可都是便宜卖给你的 啊 你得讲良心 如今我遇坎了 您不能不管啊 哎呀 你跟我讲良心 跟我讲良心 你应该拍着你自己的胸脯啊 问问你自己的良心 我 是啊 烟厂 铁矿 我都挣了大钱了 甭说造一条街 两条街都成 可是 宝贝 钱我不借你 为啥 你 你连我为什么不借你钱 你都不清楚 你说我怎么借你钱呐 你是嫌 我跟我爹闹翻了 你跟你爹闹翻了 还是不闹翻 与我没关系 但是 王瑞昌这个人 我认准了 他让我跳火坑 我都干 你 没心 我知道 你跟我爹交情深 跟我们家的事 你又不知道 我爹 他打脚就看我不顺眼 他 你们家的事 我知不知道没有关系 我只知道王瑞昌啊 对朋友是两肋插刀 对我是恩仲如山 你跟他闹翻了 肯定是你的错 宝贝 你忙吧 我还有事 再见 谁 杨公子啊 你可让我怎么说呀 这针子啊 这针子啊 我这样的生意不好 还多亏了你的照顾 要不然 这日子没法过了 就冲小姐这点情意 我得照顾你 好 再说 这会腾人的玫瑰啊 我也丢不下 爷 我呀 别给你个红包 谢谢爷 你说说 我那个闺女要是还活着 就这么跟着你 她该多享福啊 令家妈 进来 令家妈 外头有人找您 谁啊 她说她叫王孝武 是王瑞昌的儿子 她来干什么 她说 有事想跟您商量商量 把她打翻了吧 不 你得见 为什么 何东那宜安街 她捡不下去了 这针子 她满世界借钱 今儿个才来找你 肯定是为这事 别说我现在没钱 我就是有些钱 也不会借给她的 这你就不明白了 这是送上门的好生意 好 真的 半痞 怎么样 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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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大半症 笑五吗 舅娘 您慢点 你可真是我的稀客呀 自到我这儿开张以来啊 你还是头一次来 瞧您说的 我都不好意思了 舅娘 我今儿来 想跟您商量个事 哦 什么事 你就说吧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没二话 舅娘 嗯 可能你也听说了 我最近 正在河东 建一条商街 叫宜安街 我都听说了 来我这儿的客人啊 说的最多的 就是你 你想知道 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怎么说的 他们说呀 说你是个百家子儿 把你爹 辛辛苦苦挣来的 这些银子啊 都像土一样 扔到了河东 好了舅娘 啥也甭说了 今儿个啊 就倒没来过 你这个孩子 听不得半句坏话呀 他是外人说的 又不是我说的 快坐下 什么事啊 我想 给您借点钱 借钱 你要是为难 那就算了 做生意嘛 谁都有过不去的坎儿 这不丢人 说吧 你想借多少 您 您真能借给我 说啥 我不是借 我是想跟你啊 合伙 什么 合伙 好 哎呀 我不把你说啊 啊 以前啊 我这儿的生意啊 可红火了 自当那个 那个什么火车一来 哎哟 哦 哦 我这个生意啊 一下子就冷清了 我听说 最近火车站那边 又开了好几家窑子 那是一个比一个火 哎哟 这下子好了 你来了 到时候 我出钱 你来盖 等你盖好了 给我随便地留上那么几个铺子 你觉得呢 李掌柜 李掌柜 东家 你去 把这个拿去对了 一眼街啊 等着用钱呢 这是迎春元开出的银票 东家 您怎么能 迎春元开的银票怎么了 那谁家的银票 不是钱呀 啊 去 赶紧把它对了去 好吧 来 东家来客人了 让他进来吧 先生请 小五 王大北 你啥时候回来的 回来好几天了 也没见着你 你 不想见我 没有啊 王大北 您请坐 我给你倒杯茶 我听说 我上次回张家口给政府筹款 是你报告了都童署 有这事吗 谁说的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这 王小五 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吗 王大北 您该不会是 听我爹说的吧 他他打脚也看我不顺眼 他 瞧你的心眼 小五 小五啊 我今天来 不是找你算旧账的 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也是一时糊涂 当时要拿出这么多钱 谁都心疼啊 王大白 王大白 不愿你 王大白 我今天来啊 是想让你 主动去找找你爹 跟他说几句软话 不要让他心里堵得慌 我们都年纪大了 也干不了多少年了 以后的事情啊 还得靠你们去做 做儿子的 不要跟老人呕气 啊 王大白 不是我不想去找他 是他压根就不待见我 我有什么办法 你爹脾气倔 这谁都知道 可他心里有你啊 你爹为你付出了多少心血 你小的时候 你爹把你送到我家来念书 他跟我说 我再苦再累 我也得让小五 多念点书 以后王家的事 还得靠小五撑着呢 他话是这么说 可真到该我撑起来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回事 看什么什么不顺眼 什么什么都不对 到最后 不都还得听他的 您就拿办严行这事来说 史密斯专门来找他 他不答应 逼着我去找淳一郎 还差点把命给搭上 还有 我说我在河东买块地 盖一条商街 这有什么错 他非得拿着钱 去修什么破公路 我说我们爷俩 上辈子就是冤家 这些人 根本就不容在一起嘛 小五 小五 就是冤家 他逃习了 最后就是冤家 对 可以 所以有些队 我相信他们 您指引了 我们是热情的 这是夫公子 一羊人 可我看着你这么怨恨你爹 我心里很不高兴 我也替你担心哪 你们都说是我不对 我就我心里清楚 错的不是我 而是我爹 看来我今天 算是白费口舌了 我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你爹要把你扫地出门 我现在 如果你是我的儿子 我当年就不该把你 从阎王爷的手里夺回来 你 还有 你娘现在病得很厉害 你这个做儿子的 你该回去静静孝道 那是你的亲党 学长 你慢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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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这个